好,我看线上的朋友加入了差不多 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全端网页开发课程的课程说明会 那今天的讲题是为年后转职加薪做准备 城市地打造多元的GI机会 那今天的话除了我是AlphaCam的学习顾问之外 我们还邀请到了AlphaCam的入文班的资深的老师 余真老师在现场跟大家谈招呼 然后以及今天还有个特别嘉宾是AlphaCam的校长Bernard也加入了 然后稍后的话也会有Bernard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今天的题目这样 好,那会前的话已经从问卷上收集到了蛮多朋友 100多位朋友的就是一些想要知道的问题 然后我们也是把它整理在SIDO上 如果你有看到这些题目觉得很有兴趣的话 可以把它顶上去 把Avo上去 我们等一下Q&A的环节会有先回答这些题目 那因为今天现场的朋友们还蛮多的 所以请大家务必保持麦克风的静音 然后可以进到SIDO里面 那如果你是对于今天的讲题啊 有想要进一步提问的东西的话 请在SIDO上发问 可是如果你就是听不到声音啊 然后或是突然看不到画面啊 可以在Room的聊天室里面给我们回馈 那如果就是同时也诚挚邀请大家 今天可以待到最后填写活动的回馈单 我们会有专属的折扣优惠节目给大家这样子 好在开始之前我还是要先想要知道一下 大家今天的身份这样子 就是想要知道大家你是怎么 就是知道这个说明会的 如果你本来已经是AlphaCam的学生啊 或是校友的话 麻烦能帮我打个一 那如果你是透过了信件啊 或是粉丝也看到我们 请帮我打个二 然后如果是亲朋好友 就是推荐你来AlphaCam的话 就是可以打个三 广告的部分打个四 都不是的话可以帮打个五 三、二、四、一、四、四、二 好 OK 哦 二的还蛮多的 好 大概知道了 好 那在会前的问卷的话 我看到今天的蛮多朋友们都是 因为主题有提到了说 就是拓展你的植栽可能性嘛 然后成为跨领域的人才 所以我看到今天学习目标 这边也是最多的 那其次想要转职软体工程师的朋友们 其实也非常非常多 那再来的话 有些人可能想要在原本的职位上去 帮助自己提升自己的工作效率啊 争取更高的薪资 或是通过提升专业的技术能力 去获得竞争的机会 那有一些朋友们是觉得 程式语言好像蛮有趣的 想要学习看看 这是大概今天的比重这样子 所以因为刚刚有那样子的分布 就是所以这也影响到今天了 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些顺序 这样子 那等一下的话 我们会先请 就是阿富汗校长 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说 我们是谁 然后我们在做什么 然后再来的话 我们会先针对于这两个题目 就是转职软体工程师 跟拓展之间的可能性 这两件事情为终点 来跟大家聊聊这个题目 那才会接着进到说 那阿富汗在这条路上 究竟提供了什么样的课程内容 学习机器 去帮助大家学得好 这样子 好 那在这部分的话 我们就 所以因为这次的话 大家的 来说明会的目的 相对来说 都是跟工作人员 准备 年后 不管是要转职 转到人体工程师 或者是希望能够开拓工作的职业 那我们今天 我希望特别跟大家讲一下 因为我们过去帮助 我们把几百 像千位学生成功转职的 能够写程师 也不一定要当 人体工程师 这个时候 我们会不会提一下 所以希望在前面十分钟 我们先拆解一下怎么process 我们怎么协助我们学生去理解 找工作这件事情 然后也攻略一下三个关键点 其实日半的找工作的话 我们会建议从这三个关键点去思考 这个就是先从职缺开始 AC其中一个核心价值是 outcome 就是说你要从目标 以中为时反退过去 那你要思考的是 其实不是我现在要学什么 我要学一下 我要学Python 或者是我要学到什么程度 因为不同公司 不同企业 同一个职种 公司A的前端 跟公司B的前端 他们的要求可能不太一样 首先工具包 这可能不太一样 可能要react 可能需要b 我觉得更重要的期待是有差的 很多时候也不是只有硬实力 也不是有技术能力 在不同公司 等一下我们有一些直确的范例 所以不同公司针对他们的同事的要求 其实有不太一样 那这个是 所以一切应该是从 你要攻略的职缺开始 在反退过去就是思考 这个过程当中 有两个关键点 一个就是你的履历 里面也包括一些作品 我先会找一下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面试的过程 那后面两个简单来说 就是你怎么让别人知道你的能力在哪 你怎么让别人知道去决定 你是适合这个工作 我们很快猜拯一下 那我先讲一下职缺好了 其实现在这个 我觉得第一大家找职缺 相对来说是非常容易的 我先讲好了 过去可能只有104 那现在我们有几家合作伙伴 比如说Cake Resume 你是这个职缺拿来的 或者是AC的毕业校 有创业的Meet Jobs跟Durator 其实很多职缺都能够放在这边 那这一家是AC其中一个 友善的合作企业 马友的一个职缺 前段职缺 我现在拿来跟大家示范一下 那一般我等一下会花一两分钟 让大家理解一下 怎么去解读这个职缺 因为你需要 again 你需要第一个定义的是 你的目的你怎么去攻略 所以你要有一个解读职缺的能力 先讲这个相对来说好看 好读 因为他一开头就跟你说 他是个Junior缺 那我相信Junior Front End 我想听听看大家 如果在线上是转直Front End的 E转直方向的给我一个F 然后不确定的或者是没有的 给我一个N 好 以六指 OK Wendy整切 好像转直 当然人不多 那 没关系 我这很快 以这个为一个方例 带一下大家看看 首先 我觉得看一个职缺的话 第一 你需要理解 先不讲 在这个阶段 还是公司去选你 所以我们给同学的一个建议 其实是一开始相对来说 不要怕投太多 但是不要乱投 就是说你是公司需要分类 因为类似的公司 你给他们跟他们说的故事可以类似的 比如说这家企业 SAS Company 所以它就不是一个电商 它就不是一个APP公司 所以这个先一个大的分类先有一个了解 因为SAS Company它有它的逻辑在 它的产品而定的类似 所以这个会影响到你后续做作品系统的时候 需要做一些选择 所以AE先理解这个公司的产业是什么 以及它这个当然 其实是front-end, back-end 还是助理来让它产品 那很多人都直接跳进那个requirement 里面那个需求 那个能力 要求能力 一般来说 大家会直接看的就是一些技术关键字 有JavaScript 然后CSS 然后框架 然后如果是前段的话 这个年代多多少少都需要一个框架 你不需要都懂 只是你需要通常需要一个 所以这个公司选择的是Vue, Angular 跟 React 其实普遍值是这样的 选一个就好 那比较重要的是 除了这些核心的工具之外 还有其他能力 等一下我会讲一下 比如说Git跟True Request 简单的工作流程 然后再往下走的 就是CICT经验 有人知道CICT等于什么吗 好奇 怎么会打一下 好像没有 它是Continuous Integration跟Continuous Deployment 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开发的 把产品 你开发完之后 把城市把它写完了 你变成产品 Deploy 推到市场上的一个过程 你怎么去不断的做测试 然后那个产品的版本不断的复带 这些其实是一般来说 可能你去买本JavaScript的书 或者是反正React的书 一般我们看到市场自学能力的同学能 跟在一个比较有架构的学习单位学的 其中最大差别是这种 因为你单是写成是一件事 但是你能够真的在工作上能够发挥 真的是融入他们的开发流程的话 其实蛮多其他东西要知道的 比如说上面还有所谓的TDD Test Driven Development等等 这些都是蛮重要的 所以我第一个鼓励大家的是 先从关键之间收集起来 然后分类一下 然后research一下 这些不同的关键字到底背后是什么 然后再看不同的不管是你自学也好 来一次上课也好 其他大学上课也好 确定这些题目都有被覆盖的到 也相对来说有足够的密集 那另外我建议大家去研究的是 最前面跟最后面的地方 前面的话就是那个工作内容是什么 他们现在写的是 我觉得剑脚的模组的前段的话 那个相对简单 就是一般的前段都是做这个事情 比较特别的是 他说清楚你是需要跟designer而做的 所以这个也需要有 我就放在口袋里面 你需要思考 当你学习的时候 一般来说怎么去理解 designer会给你什么 你需要先有这个 在学习的过程中 需要有基本的观念 也是什么叫wireframe 什么叫mark up 这些工程师跟designer合作的时候 一些方法和工具 你需要一个简单的建议 然后最后我觉得不一定所有公司都会写 但是我觉得mails蛮不错的 这其中整个面试流程 所以你大概知道你投了之后 你会得到什么 这个也让你后面的准备需要有更好 这个东西现在会展现 所以在这里的话 我主要是建议两个 一个是首先 先把上面需要的关键字 先抓出来 先收集一下 做一定的research 让你知道每一个大人说什么 其实很多时候都不需要全会 我觉得这个职业算是好的 他特别说明熟悉至少一种 有一些比较老实说懒惰人质的话 他就把这关键先放上去 他不会说明 其实大部分的企业 正对的junior 他不会期待什么都懂 所以先收集之后 做更下一个的理解 然后另外一个是根据 另一个重点是 真的去观察理解这个公司的产业 跟他除了继续关心 之以外需要的所谓的需求requirement 比如说你是跟谁合作的 比如说里面的开发的产品是什么 等一下会多讲一下 然后下一页 对职缺有一定的理解之后 我觉得下一步更重要的是 我们去思考这个履历 这一页是我们在课程里面 会包括了那个 就职的求职的功率 其中一个 针对一个履历 有不同的策略 这个我们所谓的功能型的履历范围 就是说你需要在非常短的时间 让大家知道 你一个人的大概的功能的轮廓 比如说一开始有一个简单的模式 一个summer 然后有专业能力 然后有工作经验 教育程度 我觉得大家差不多都要一定的理解 但是我重点是在右手边的一些比较小的字 比如说你怎么破题就让确定 面试官能够对你这个履历有一定的影响 几个这里的例子 比如说好了 如果你是刚刚那个职确的面试官的主管的话 你在思考的关键字可能就是ASAS的经验 或者是开发人体产品经验 这个是一个 第二个是跟设计师 或者是打造设计作品的一些经验 第三 比如说一个完整的前端 不管是从一个Wireframe到设计制开发 甚至CICT的一些经验 可能在前面可以先写出来 然后后面的话就比较直接的 就会直接把在不管是你自学也好 或上课也好 收集到的一些核心能力 一一把它说出来 这个重点其实是不需要多 我们看过蛮多不管是AC的毕业生 在跟他们看理计的时候 或者是其他 我们看过了 因为大家很焦虑自己的理议上 没有跟职确上面对得起的关键字 所以就会写非常多 我觉得看起来可能很好 因为当然很多时候 人资或者是主管长的过程是 还是从关键字开始 但是你到下一步真的去面谈的时候 面试官一定就会问你说 你这个能力 你这个技术能力做过什么 你懂还是不懂 你说现在看到JavaScript Rubium Rail SQL跟React 相对来说每一个程式语言 它有它的功能在 比如说好JavaScript 就是开发前端 或者用no.js 然后你开发前后端 但是他跟Rubium Rail 相对来说是同类的工具 所以尤其是对Junior的话 你两个选一个精进就好了 如果你一堆都写上去 面试官再问你一下下 这个你是能懂 那我问Rubium Rail 什么完全没有概念 或是只是非常浅诚的话 那反而会影响到我对你的信心 就是说我看到这个东西 在履义上面 我本来有人问你 你会懂的 但是你觉得 这个实际没有很懂的话 我可能会因为这个怀疑 其他真的会懂得成事 所以在履义上 我建议大家 第一 先确定技术的能力 守备范围 你的技能数是什么 尽量强调在这个问题 其他的话 我觉得不是一个关键自由式 或者是你觉得 你真的有看过 比如说PiSOL 或者是什么的话 那你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去描述 比如说曾经学过 曾经修过一些东西 我觉得这个比较不一样的加分 就是面试工会觉得 你有自己去学习性的东西 去开脱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 另外一个加分的方向 而不是特别说 要把所有关键都存起 所以在写履义的时候 其实他整个思考 那个规划是需要有的 这个是今天讲到这里 有细节的话 我们在可能以后有些活动 或者是AC的课程里面 感谢小渊也在上面分享一下 我们过去跟 在AC的blog上面 有各种内容 帮助大家建立 这个履义的能力 有履义之后 我觉得我们蛮常碰到的 帮助学生建立 就是面试的能力 我觉得这个是跟大家都 我的转职者比较缺乏的 或者比较没想到 因为大家对这个技术门槛 都非常焦虑 所以花特别多时间 把自己的作品做好 或者去练习你的JavaScript 一些很细的东西 技术能力是很重要的 这个是基本法 但是我觉得另外一个 大家忽略的点 其实是在面试过 你懂什么 其实是怎么去有效表达沟通 这个是重要的 反过来说 从一个面试官 从个主管来说 如果你的东西有不懂 如果你呈现给我 你已经有学习能力 如果你能够自学 如果透过AlphaCam 学习能力的话 然后你真正做了一个作品 相对来说我不担心 因为你已经有学习的经验 我看得出来 但是反过来说 如果你没有办法 把自己做什么 清楚沟通出来 或者沟通有些障碍的话 那个会是我找到你进来之后 很大的管理问题 你有没有办法跟Besign人一起工作 我也没有办法判断 这件事情是能够交给你的 你真的懂的还是你不确定 因为你都不说话 所以一般来说 面试官在面试的右手边 列了一些比较常见的问题 就是请做个自我介绍 请介绍你的作品 在开发状况当中 有哪个部分比较困难 这些都是希望透过你的学习经验 跟你的作品里面 在网上挖 这里的话 Mayo有一个特别的点 其实是他蛮在意 比如他那个期待的能力里面 有提到注重细节 然后喜欢发现跟解决产品的问题 有一些公司可能真的单纯是看 你的JavaScript的能力 你的Python的能力 你的程序员的能力 但是越来越 尤其像这种Mayo的新创 跟软体公司好了 你的产品思维 你对产品有没有感觉 你有没有想到使用者怎么体验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Mayo很有可能就会问 你常用什么能力产品 为什么你会喜欢它 你能否从一个前端工程式游戏去 你能否描述一个所谓的使用者目镜 是否一个make sense 是因为把这个使用者界面花出来的一个视频 虽然你跟designer合作 但是你来写这个程式的时候 基本的sign是需要的 所以你一面是一块 他有可能就会问你 那个软体产品哪个喜欢 为什么 你有用过Shopee吗 你喜欢用它吗 不同的网站 比如大家最近谈到PC用 界面很烂 为什么哪里烂 你如果要改的话 你来改什么 那些都是挖掘你对 除了写程式之外 你对产品本身的出绝是有多强 好奇心有多高 那从马尔的直确里面看到 他其实是希望来的 东雄是对产品的一定的感觉跟重视的 然后他另外一个加分题 比如说他会看 他其实会乐意学习新的东西 跟团队一起成长 这个也是相对在SaaS company 软体公司 或者是比较新创团队 非常重视一个点 为什么 因为他的产品会一直在搭带 都需要跟着技术去成长 比如说最近可能有 ChatGV出来了 他的产品里面可能需要导入 GVT 或者是其他AI的模组的工具 你就需要作为一个开发团队 其中之一 你只需要学习开发新的产品 我可能需要帮忙去建议一下 OpenAI的API 能够打到进去 这些其实都需要同事去自己学习的 或者是有对这个东西有一个好奇心 对 所以如果从这个职讯看起来的话 面试官可能问的问题 就是这些 那你就需要一点量手准备 在面试过程中 除了你的理力跟重点值呢 去思考怎么去描述你这些事 通常我9乘9的面试自己找我们ACG找人的话 都会从自我介绍开始 这个相信大家市场上也是这样子 虽然这个问题我觉得大家也理解 每一个面试都会问 但是我还蛮惊讶 大概有七八成的同学 在这个问题上面表现都还蛮不好 就是你没有一个很明明确的描述 怎么把自己过去的经验跟优点拉出来 所以我觉得从整个面试的角度来看 其实很多问题你都已经有 你都大概可以预设 就等于你去大学联考 所有考古题都有了 其实简单来说是做一个很好的练习就好了 然后准备一些下官的东西 比如说尤其是比如说 这个公司或者其他新创他会care你的学什么 其中一个很有效的常见方法就是你自己写自己的block 我们在A4的课程在中人学家后段 也要求你们要写block 这个是做一个 因为这个不是只有能够更深化你自己的学习 而是在你求职过程当中 面试官是非常在乎这个事情 因为我会看到A你的表达能力 你是否真的有学过 然后整理有这个输出 第二 你在整个过程当中表现 你是耗玄或者有反思的能力 这些事都是最对现在很多期间的很重要 然后我这里大概给了一些简单的do and don't again很细节的在课程上面有 不管今天说明会 希望给大家一些比较明确的方向 因为其实雪城是哪里一样 全宇宙你去哪里学JavaScript 都是那些东西 真的要转职的同学 那个核心的点是你能否有一个有规划 有清楚楼层有清楚目标的一个求职的过程 所以再提一下下 again你之后来一次上课或其他地方上课也好 或者是自受也好 这个希望能够对大家有一些方法 我先放两边讲好了 它是对应的 第一个是不要 希望不要避险人家喊投 一般来说我们最近的毕业生投的数量的确是不低的 尤其是从去年开始说13话 去年年底美国的裁员就开始了 那所以那一波的话 我们可能过去很早的时候 一般投20、30分大概有 那有听过的可能需要投40到50分 但是重点其实大家每一个人的背景能力都不太一样 你哪里学校毕业的 你本科是什么 多数时需要社会有一些影响 但是我觉得需要有相对一个数量是必要的 但是重点是你会避险人家去掉 那我会建议大家收集不同的职缺之后 把它挂类 一个种类就是产业 所以可能所有电商你先把它挂在一起 你在同一段时间去投 那个好处是你针对电商这个产业 你可以练习一些 针对电商有的知识 或者是你的作品 可能会去做一个shopping card 那相对来说就更对的企业的需求 另外有方便的方法就是 按据你的喜好你的目标 可能去排一下 像面试是一个跟一个运动一样 他需要练习的你第一轮面试 跟你面完三十次之后 不管是你的自我介绍也好 你的对你过去的经验的理解也好 你的表达能量其实都有深化 所以第一轮的话千万不要从你最期待的期间开始 你这个可以放在后面 所以你会先把一些care的先放在一边 那你这个作为你的软身动作 然后把一些你很在意的 不管是你的新创也好 或者是我在台中 希望能够再加工作等等 有一个这样子的东西 我觉得其实第一个 所以职确投递的策略是需要的 另外一个是跟第一点有关就是说 如果你把职确分类的话 刚才提过 有一些公司会期待你有新的学习能力 有些公司会期待你的产品有一个敏感度 这些其实都需要带进你的履历里面 所以你把你的职确的策略分类之后 你的履历就可以做更可惜化 不需要每一个工作的特别 或者每一个工作的独立的话 比较是求职性 我们叫 那个叫 Coverland 有一些你真的非常在意的话 相对来说是可以做的 但是客气化比较是你先把同类的职缺 同类型的公司放在一起的话 那一批你就可以做上个比较客气化的领域 这个是另外一个 然后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也是AC给我 因为我们很多校友 我们只有大概快10年了 很多校友已经都是继续主管跟CTO 但是我最翻白眼的 但是也的确真的有的就是 他们回来跟我说 我最近面试了有十几个人 大概有一半谁是出来的 大概也有一半 他们都拿一样的作品 那些作业拿来 因为他们自己都做过 所以一眼就看到就是 那么一样的东西 千万不要 如果我被拿到的 我通常都会说 那你把那些同学的领域给我看 我就把它也黑名单 这些人我就没有办法放你了 我会讲到30次了 你需要打造自己的作品 你不要拿AC课程里面的作业 都继续去做领域 因为A 这完全没有办法呈现你的实力 B 你跟所有人都一样 很多时候如果第一句问的 刚刚有提过 就是你用这个套件 你用这个写法 为什么 你为什么会说有选择 你开发这个作品里面的时候 最难是什么 最讨人业的答案就是 你不知道 因为这个教材里面 老师是这样做的 这种人就没人会用 所以在作品期里面 请帮忙 不要拿我们的作业 拿去做作品 我们有不同的 AC的课项里面有些活动 比如我们的作品集 Hackathon等等的 我们很强大的社群会办这些活动 让大家有一些idea 有些想法 跟有些时间 甚至跟同学一起打造这些作品 所以这个 但是我们只能创造这些资源跟机会 最后这个时间 还是你们知道自己的话 所以请帮忙 也是最后讲到工作的很关键的 然后最后我觉得大家也忽略了刚刚提过 一定要练习对话 练习跟面试官去沟通 怎么去描述自己的作品 跟自己的学习的过程 那这个也是在我觉得自学跟 在一个有同学 或者是有community 有社群的环境里面最大的差别 因为这些你其实没有什么正确答案 只是你其他同学 因为我们在这里定期会有一些 熟知的互相练习的班 因为你其实跟其他同学 可以练习这个东西 你重点是把它讲顺就好了 所以在今天给大家 拆解一下这个酬知的过程 针对能力工程师找职 然后我们再 如果真的有机会 来跟大家上课的话 那我们在不同的环节 都有一些不同的说明 跟练习的智慧 机会跟资源 我现在很快回答一下这个 iPhone X的问题好了 这项转值感觉还是很宽大 目前会有些 我觉得A转值本来就不容易的 本来不容易的话 那为什么转动 如果一个工作没有门槛 什么都可以做的话 你也可以想要这个工作的薪资 要求等等都另外这个事情 先讲好的 所以重点不是他难不难 重点是A你有没有方法跟你想不想做 我觉得首先你要判断的事实是 所以为什么今天等一下 今天我们都讲一下 我们的课程也分布了模组 因为有可能你打开第一个模组 你就会跟我说 我很讨厌写真实 那说很好 因为知道很好 因为就是你转了之后 我也不想你每天上发 那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事情 所以先了解你对这个工作 我觉得工程师的薪资发展 这个应该是不用特别说的 虽然产业也有起伏 比如真的去年从美国财源产到现在 反正这个也是看不同的区块 因为有一些 我们只是碰到少尉的状况是 美国母公司财源之后 他把职缺搬到亚洲新加坡或者是华湾了 所以其实不同企业的策略也不太一样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欧波人物体的发展是 只会越来越火 需求只会越来越大 所以你如有一个 只要发展了是一个可以选择 所以但是你要换的是 你喜欢做这件事情吗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如果喜欢的话 我会猜解这个方法才是重要 这个世界有意义的东西 其实没有不难过 好 这个先讲到这里 等一下可能最后 然后跟大家做一些总结 在下一页 好 然后最后我觉得另外一边的话 今天有大概20几%的同学 就喜欢转职工程师 那也有一些的话在想的是 可能不是正面工程师 但是拖展指甲的可能性 那这边我下一页好了 我大概 我觉得这个是很case by case 但是先拿了一个网络上的资料 就是在零件里面 在未来这个是今年的报告 未来10个最有价值的硬实力 当然很多比如说沟通能力 比如说那些什么同理性 等等的话 这些当然是重要 我觉得在越AI越强大的能力 能够能够跟人互动交流 这件事情反而是更难得的 不用需要的 先撇开那个不讲的话 针对所谓的hard skill 技术能力的话 这个是他们10个 他们那个定义出来的 你会看到的其实是 从打造软体这件事情 到思考资料 另外我们AC号另外一系列的课程 正对资料去推广 现在企业也好 不同的职种也好 能够用数据去做决策 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思考 finance 其他等等 我觉得high level 我不讲好 应该是说 我觉得从这张图 让大家理解的是 现在不管是你要做PM 要做行销人员 要做designer都好 相对来说 数位能力 或者是软体能力 能够写城市 这里有JavaScript 这里有Java 这里也有Python 这些城市语言 本身不同企业的需求 不太一样 但是重点是 你能够打造一个软体 然后操控软体的能力 操控电脑的能力 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们这边的确 我们有另外一个系列 所谓叫 数外级 这个之后 我们可能等一下 在我们的YouTube上面 跟大家分享一下 所以不管你是PM也好 不管你是行销人员也好 不管你是营运人也好 能够 通过城市语言 开发不同的工具 然后练习城市语言 需要练习的运渗思维 对邮寄的训练 其实后面能够发展的实验 还蛮多的 所以在这个讲到这里 我觉得大家要理解一下 我觉得技能系的事情 我觉得整个世界 越来越数位化 甚至所谓的AI化好 这种城市能力 只会越来越加分 这里的话就不特别讲 后面可能有几种 有没有智慧再另外讲 你可以在A7的Vlog 或者A7的YouTube上面 看到一些相关的内容 有机会我们也再安排 相关的分享好了 今天我就会到这里 这里我们把所有问题到最后 才回答吗 还有一些影响 我们晚点再回答 好 谢谢 刚刚花了点时间 先让大家知道一下 就是转职工程师的时候 会需要注意的事情 然后还有就是 如果你现在作为 就是非工程师的职种的时候 就是学习城市能力 为什么很重要的事情 那我觉得 接下来就来讲讲说 但如果当我今天 我的目标已经明确了 然后我开始学城市的时候 我应该要学什么样的东西 那首先说的话 我觉得当今天 如果你想要学一个城市语言的时候 我相信应该不会有人说 这个城市语言 现在有一%的人在用 然后我常常学它 就是我觉得 这应该相对比较少见吧 对 所以我们在学城市的时候 我们会希望大家可以用 就是最多人使用的语言下手 那今天有看过一个 任何一个网页的 就是不论是用电脑看的 或者是手机看过的网页的 麻烦帮大家打一个 再两次打一个1好吗 我看到蛮多人回应了 然后事实上大家日常在看的网页 就是有90%都是用JavaScript写出来的 然后HTL跟CSS也是这里面很重要的架构 就是第三个大概就是网页的三本距离 所以可以看到说 就是在所有的城市语言中 这几个就是在排名最前面的城市语言 那当然接下来后面还有一些Python C++其他的城市语言 那刚才讲的是在主流的使用的部分 那我们另外一个部分则是来看 在直缺的部分 也是看到说JavaScript是排名在第一名的 所以那JavaScript的话 就会是我们在Avacab最主要在城市这块 去教授的语言 我们是以JavaScript为主的 全端webapp的开发课程 那这几个字是什么意思 刚刚有稍微提到了说 JavaScript现在是在网页上 最主流在使用的城市语言 那全端是什么意思 全端它其实叫做 因为叫做full stack 那其实就是在网路的这些运作里面 现在主流其实会包含 把前端跟后端两个 就是专业式分工合作的 就是一起协作的方式 那所谓的前端 就是刚刚其实Bernard在介绍 Mario的那个工程师的直缺 也稍微介绍到说 他要开始把这个网页的界面的框架定义 出来这些东西 所以前端其实在负责 就是网页的外观 还有使用者的互动界面 这些设计 那后端的话 则是包含在应用程式的 其他的功能 就是包含要在资料的互动上 然后你要设计的 所谓资料的结构 演算法这些东西 就会在后端自己的工作 那刚刚也讲到了说 既然就是 开发这件事情 它的目的就是要拿来解决问题的 所以你学习程式这件事情 不是叫你只会coding而已 而是你要回应到一个 不论是商业的情境或是生活里的情境 你有一个问题 你想要去解决它 你去做这个开发才会有意义 这也是为什么 就是今天就算你不是专业的软体工程师的执种 你学习的程式语言 去帮助你解题这件事情 就是它才会是真的带来价值的地方 那我觉得这也是alphacombe在课程上 会希望帮助大家有的 不论是从产品的思维 连接到技术能力这一块 该有的项目 那在学习程式这件事情 我在会前的问卷看到大家 就是有些人有稍微接触过程式 然后也有反映出了自己的一些 学习程式的困难 我刚刚在聊天室有看到 也有一些朋友在 不论是求职或是学习上的一些困难 那为什么学习程式这么难 就是它其实在新手的时候 就是大家常常第一个学的东西 叫做就是去print一个holloworld的东西 那它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操作 所以在这件事情的时候 一开始其实你会享受到一个 蜜月期的就是比较愉快的感受 可是接着就是当你要开始在 学习更深的技术能力的时候 你就会先开始困扑 就是网络上的教学资源 其实也超多的 可是你到底该怎么样去 就是按部就班的学习 然后或者是就是我的 就是知识的广度 我可以学习的程式语言 语种框架其实都超多的 那这个广度跟密度 同时加在一起的时候 就会让你学习会非常的耗时 然后产生很多的焦虑感 这是为什么其实 就是在学习程式的路上 给你一个清楚的知识蓝图 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而AlphaCam其实就在帮你的 是解决这一块就是最难度过的时间 然后帮助你就是逐步的开养 穿越能力 那我们在课程上大致上 我觉得可以分为比较三个大的 就是学习的目标的阶段 第一个的话就是在识别数位指南方向 然后我们先让你比较轻量的学习程式的事情 因为就像Bernard稍微提到的 就是如果你今天光是开始写程式 你就觉得我不开心我不喜欢 就是这件事情我觉得 就是它跟人的一些属性是有点相关的 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喜欢写程式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是一个现实 那当这件事情 它门槛变得很高的时候 我觉得那也不诱善大家 所以在AlphaCam其实我们在入门阶段 其实会有就是比较轻量化的学习 帮助你可以开始这个事情 那到第二个阶段的时候说 好我已经觉得 我试过了一些学习程式的东西 然后我觉得我有兴趣 我想要慢慢的逐步培养我的专业能力的时候 我们就会有开始到前端的试作 后端的试作 然后去养成你的这些技术能力的过程 那再来的话 就是如果我今天就是确定了 我就是要往工程师去转持 我有更深的技术要学的时候 那我就需要知道现在就是市场上 职缺上他们需要的主流的框架是什么样的东西 然后他们会需要什么样的技术能力 那除了硬的技术能力之外 还有一些软的合作 然后公共协调 或是专业管理的能力这些东西 该怎么样去让 就是一个 让你可以成为一个专业的软件工程师 我觉得这都是 阿BACAN在帮助大家的部分 所以其实在所有的课程设计的部分 我们要解决的就是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要帮助大家 建构的是业界需要的能力 建构能力这件事情并不 并不有价值 而是业界需要的能力才有价值 那再来的话 就是这个学习 我们希望它是有效的学习过程 我相信现在很多人 应该都有买过 就是其他的 就是各种现象课程 但是没有玩课过的经验 这件事情 所以在阿BACAN 其实我们很耐意 怎么样帮助你 就是有效学习 玩课学得好 那这件事情 我们稍后来跟大家分享 那第一个的话 我就先来讲一下说 我们在课程里面 帮助大家建构的能力 第一个就是 如果我现在要瞄准的是最上面 产品功能始作的部分 它其实可以被拆解出 其他不同的能力 第一个 你一定需要用 coding的方式去写它 那再来的话 现在其实就是 所有的程式语言 都有各种的函事库 然后或是 你等一下帮你整理好的开发框架 可以帮助你更快速的 完成一些比较复杂的功能 再来软体开发 它还是有一个流程 这些知识 你是需要具备的 以及刚刚稍微提到了 前端跟后端这件事情 既然它是分工协作的部分 如果一个人只会前端这件事情 跟另外一个人 它虽然精通前端 可是它也有后端的概念 那我相信后者绝对是更有价值的 所以这是为什么 接着我会讲到说 在课程里面 我们会在这部分都帮助大家 都可以体验过这件事情 所以把课程拆成四个阶段来说的话 第一个阶段就是一个 四周轻量学习的 程式设计入门 我会告诉你说 就是如果你今天是零基础 想要学习程式的逻辑的话 你可以怎样开始 就是知道怎么跟电脑互动 然后去打造一个 就是从零打造一个静态的网页 那学会了这件事情之后 接着我们要试着 让这个网页可以动起来 所以到了第二个阶段的 前端开发时作的时候 我们就会开始 把HTL CSS跟JavaScript 这些事情相互结合 我们会用到一个叫做 动的东西 让它可以动起来 然后再来的话 到了第三个部分的话 我们开始会 这样体验完前端的东西之后 到后端的话 如果今天要打造一个 全端的网页用程式的 我会开始让你接触一些 使用框架的方式 去把这些东西组合在一起 然后也包含跟47互动 等等这类的东西 当你从入门的阶段 然后把前端跟后端的基础知识 都打好了之后 因为现在业界主流 其实前后是分离的 所以我会让你选择一个 就是你比较有兴趣的领域 去做精修的 就是专修的发展 然后这会是一个 8周的学习过程 所以overall的话 它是一个我们建议的学习时长 是一个20周的学习时长 那具体这个时间的弹性的部分 我稍后会再跟大家分享 帮助大家理解一下 就是可以有一些比较明确的想象 说学完之后会长什么样子 这个会是在 就是专修的部分的一个 类似毕业考的题目 那在左边可以看到的东西 是一个就是家教的约课平台 所以你会去做一个平台是 如果我今天是家教老师 我今天是学生的话 我应该会有不同的任务平台 我可以作为一个老师 我要设定 我什么时间是可以 available 可以让学生去约课的 作为一个学生的话 我可以在什么时候 挑到什么样的老师 这两者看到的界面 应该是不一样的 它其实背后要串在 同一个资料库上 所以你会需要知道 什么叫做CRUD 我们中文叫做真三查改这件事情 然后就是让这个东西 可以就是作为双方使用的一个平台 那在前端的部分 刚刚讲到的说 既然前端要设计的是 使用者界面跟视觉的动线的部分的话 我们在这边的毕业考题 则是叫你做一个Podcast的 自定分类播放器 所以会让你使用就是现有的API 去做串接别人家的资料 但是我要让你把这个整个 使用者的体验的动线设计出来 有了这件事情 可以帮助大家比较明确的想象 就是学完之后会有什么东西的时候 我们就回到一开始的这一步 那究竟我们在第一步 在程式的开发驻门这一块 我要学什么样的东西 第一个我会告诉你的是 程式语言其实它背后是有一个逻辑在的 举例来说 假设我今天要让大家玩一个右边的猜数字 它其实是一个随机的数字要你猜的时候 然后它会告诉你大或小的时候 那它的使用者的流程会是什么 它可能要你使用者 我先跳一段提示文字叫你输入一个数字 然后你要去做一个判断 是比较大比较小 所以它接着会再送一段讯息回去 让这一件事情再发生 如果它真的猜对了 它就会到程式结束 这是一个帮助大家一开始 劝知道有逻辑的去判断 运算是会讲什么样子 接着我们才会把它变成是一个程式码 可以写出来的样子 在这件事情实际执行之后 它就会变成右边的结果 所以这件事情是在课程里面 我们会一步一步交汇的 另外一件事情 刚才讲到了日常的网页 其实都在用JavaScript在做这件事情 在认识网页的时候 假设你看到的是一个左边 这样子一个很像履地的网页 当我们今天去把它拆解的时候 我可能就会说 它上面有一个选单列 然后中间有一个内容的大区块 可是中间我还要再拆成不同的小区块 然后还要去把它分成三栏等等之类的 所以当你把框架这件事情 就是一格一格的层级去定义出来 之后 然后我会再教你怎么样把这件事情 变成一个完整可以写出来的网页 好 我看到了L的对于词值上的提问 这也是我稍后会跟大家分享的部分 就是先不用紧张 好 然后在程式的 就是如果在网页开发的入门 你已经先学会了这些东西的时候 再来就会讲到了 就是我如果要认识前端开发的话 我就会需要知道浏览器怎么运作的 把元件怎么样控制 然后到后端的部分 刚刚讲到了既然是各种的资料交换 它可能是不像在云端上 我要去怎么做架设 然后我怎么跟资料互动 这些东西都会在后面有不同的单元去介绍 所以这边是可以看到是第二个阶段 前端开发师座的东西 你透过了认识这样的步骤之后 你可以让刚刚只是一个静态的网页 可以把它动起来 我按了一个按钮 它会跳到哪里去这件事情 是会可以被发生的 那接着的话 中间还有一些学习的过程 我觉得就先不勾诉细节 那我们再讲一下说 就是如果当我今天想要让你可以变成一位毕业生的时候 再比如说以前端的专修为例 我最后一端要说 我要让你做出这个像做Spotify的Podcast的一个播放器 在前面我会先给你一些就是基础的技术能力 你会先知道re-add的框架怎么使用 然后这些界面怎么设计之后 然后接着会告诉你怎么做资料的交换 那这些技术当你一一的具备之后 事实上就是在做最后的专案的时候 业界在操作的时候 你会得到一个stat的需求 就是我最后的成品 要可以做出什么样的功能 可是你的PM不会告诉你 就是做出这些功能需要用什么样的函式 或是该怎么样写出这件事情 所以在前面我们先帮你一步一步 把这些技术能力跟解题的思维 把大题目拆成小的题目的习惯都练起来之后 才可以帮助你就是透过 不论是各种的自学技术的能力 或是拆解问题的能力去完成这些 接着在实务上要做的工作 好 所以刚刚稍微帮大家再go through一次 从C1到C4的过程 那在第一站的程式设计入门 如果我今天要再把它拆解成几个关键的能力的话 第一个就是认识程式语言 对应到的关键字就是Jonger Squibb 然后我们会有大概两个单元的课纲 再来的话运算思维的部分会告诉你什么叫做演算法 什么叫做虚拟码的部分 然后接着在网页设计的部分 我会告诉你什么叫做HTN 什么是CSS 那user story这件事情该怎么设计 然后它的该怎么样去把这个wireframe去框出来 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在一步一步 在四周的时间会帮助你建立的一个过程 那我们这边也都会有人建议的学习的时长 或是时间这样子 好我刚刚稍微让整个学习的路径出来了 所以这边的话我想给大家 对于想要直接转成工程师的朋友们的话 让大家知道一个时间点 如果我们在四个学习阶段的话 前三个学习阶段各是一个月的时间 然后后面的话则是在八周的时间 所以如果你今天从11月开始加入的话 你大概从明年4月左右 就是半年的时间就可以转持这样子 好我刚刚针对于因为会前收到了一些就是学习痛点的部分 所以先讲了一下内容的部分 就是帮助大家了解说 好我今天要转职培养的技术能力是这件事情 但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题目是说就是我该怎么样去让这件事情可以学得好可以怎么样的发生 所以接着我要跟大家讲的事情是就是学习机制的介绍 前段工程师有没有企业愿意让人从零开始慢慢学 这件事情好就是稍后也会分享到 其实AlphaCam刚才提供我的东西刚介绍的content之外就是我们也还提供各种的就是帮助其他发展的话 我觉得Caution、Community跟Career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东西 所以在教材的部分其实就是我知道现在大家听到就是线上课程这件事情大多都是我有一个录播好的影片 可是事实上就是如果针对于程式学习这件事情 我今天要告诉你说你要找一个回圈的单元然后的某一个就是技术关键字的时候 你其实在那个影片里面是很难找这件事情的 所以在AlphaCam的课程里面我们大多数是使用以图文为主 我们还是有影片但是影片是一个辅助的部分去帮助你去学习 然后帮助某些人觉得影片能让你再好吸收 所以这是在教材的部分内容刚才有稍微介绍到形式的部分 我们会以图文为主影片为辅的方式去做 然后再来的话则是在学习体验的部分 其实很多人刚刚会就是在会前都会提到说 我其实想学程式我不知道怎么样学就是怎么样下手 然后学习的顺序很碎片化 然后也有人会提到的东西是我其实没有办法稳定的学习 因为学习这件事情它本来就是一个辛苦的过程 你一定会遇到挫折 所以怎么样帮助你维持一个良好的学习动力 跟怎么样安排你的时间这件事情 其实也会是一个很重要的题目 那在AlphaCam的部分我们提供的东西是 我们同时提供的两个东西 一个叫进度制的部分 一个叫自由配数的部分 那进度制的话就是我们觉得学习这件事情 既然它本身是困难的 然后要给你一个持续推进的目标的话 它其实是需要一点推力的 所以在这部分我们设计了一个时间的部分 让你有一个就是给自己的一个压迫感 可以帮助你督促自己在一个比较稳定的时间 去做就是学习的推进 可是我们也发现到其实就是很多同学 就是刚刚有人问到说 就是我是不是要辞职才能学习这件事情 我的答案是No 就是你要辞职全职 就是Fortime的在学习这件事情 我们非常欢迎 但我们也更多的同学其实是一边有工作 一边在进修这件事情的 所以你不需要裸词才就是可以学习这件事情 在Alphacan的话你不用做这件事情 那具体来讲说 如果在进度制这件事情的话 我们究竟可以做什么事情帮助大家学得好 这个是一个就是 余政老师是我们的进度班的班老师 所以就是他在每周的时候 就会跟大家有这样的互动 在礼拜一的时候 我们会固定有一个线上共学的时间 那这个时候大家就会来就是 稍等一下 在进度班里面其实分了不同的活动 一个是礼拜一的线上共学活动 那除此之外的话 就是他都会有固定的作业批改 跟聚焦回馈的部分 然后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不定时的工作坊 跟LiveQA去帮助你学得好 那刚刚讲的东西是说 如果在礼拜一的共学活动的话 我们会因为一开始先帮助大家设定了一个 就是预计的进度 那我知道不会每一个人都100%达成这件事情 那我们就先来做的事情 就是面对一个现实 就是我们本来预计的进度是什么 实际上达成了什么 那我们是否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挑战 如果遇到了挑战 我们可以接着怎样把它去克服 作为下一次就是学得更好 或是不论是把进度追回来这件事情 这都是阿巴克人在学习里面觉得非常重要的价值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也会有各种学习的问题的讨论 或是学习重点的补充 然后做完这些事情之后才能帮助你去设定好 我下周我可不可以把这些进度赶回来 或是应该怎样帮我做 我们在做的事情其实是除了知识的输入 然后我也要求你要有办法产出一件事情 就是阐述你的作业 从这个助教的批改回馈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也希望你可以做的事情是 我不是只是知道我写对了 我写错了这件事情 而是这个章节本来要带给我的重点观念是什么 我学到了吗 如果没有我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 那这件事情我可以怎样去做改善 是会帮助我在下一个 Rain Cycle里面学得更好 我觉得这是阿巴克人在学习的体验上 很在意的一个价值的部分 那刚刚也提到了说 就是作业回馈的部分的话 就是你做了一定的知识的输入之后 你总是希望可以验收 究竟在这个知识点是不是有达到足够的水平 所以有些人在自己看教材的过程 在其他地方就会说 我看了很多影片 可是我好像除了他们教过的东西 我都不会做 就是究竟有没有自己去思考过这件事情 那有没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基准 去都作为批改的准则这件事情 大家看看是我们有提供这样的东西 当你遇到各种不会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会有就是助教的Q&A的 就是我们会有一个线上的office hour的时段 或是我们有discord社群 其实可以让你随时的提问 然后每周的FQ&A都会稳定的发生 所以你只要学习遇到任何的问题 不论是学习的内容本身上的问题 或是学习方法上的东西都欢迎在这里面 就是有资深的就是业界的工程师 或者助教我们来帮你解答 那在拆解每一个问题 实作的过程中的话 我们也会不定时的有一些live的工作坊 去帮助大家可以学得更好 就是像这边可以看到的东西 就是余真老师以前在就是 在星座计算机的工作坊上帮助大家说 如果今天想要知道一个题目是 所以几月之后我就知道它是什么星座 这件事情在城市里面 其实该怎么样被拆解什么故事 这些东西也都是我们会找到一个部分 那事实上就是我觉得虽然刚刚讲了很多 但是就是学习这件事情本身还是需要各位 就是在座各位有稳定的投入 那对于就是在职进修这件事情 我们比较建议的时间的话 是每周希望可以投入15到20个小时的时间去做学习 那我知道每个人的工作的 或是生活的形态和环境不完全相同 所以这件事情本身是有一个弹性存在的 但是如果你可以每周15到20个小时的话 大致上就可以复分 我们刚刚讲到一个就是20周左右 然后5个月左右完成课程这个时间 那如果你觉得 我就是一个礼拜我只能投入10个小时 那我们也可以接受这件事情 那你就是把你的整体的学习时长拉得更长一点 或许6个月7个月这件事情 那也有人说 我就是一个礼拜我就可以投入40个小时的学习 我现在其实就是专心就是想要转这段时间 但是我们也都很欢迎 我觉得在阿巴看我们其实是保持了很多的弹性 是帮助大家学得很好 那这边举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许多的学员们的经验在直进修的时候 我们发现学习成果很好的方式 就是比如说我短间隔 我不要只有6日在学习这件事情 我持续接触 持续熟悉这件事情重要 然后但是我也需要有一个比较专注的时间 去投入一个比较大量的时间 去完成一些比较深度的知识的学习 所以我们会说或许一三五 然后再搭配一个礼拜天的半天一天的方式 去帮助你可以有一个更多回馈 跟思考时间的方式 可以达到更好的学习成效 这是我们在在直进修的部分 提供给大家的学习建议 好 这边因为刚刚稍微讲到一下进入班 所以这边我想要跟余真老师聊一聊 就是不可否认在班上 总是每个人的学习成效 不会100%都一模一样的 所以余真老师可不可以跟我分享一下 就是当你在带班的时候 你发现学习表现得很好的同学们 有没有什么共同的特点 是可以分享给大家 鼓励大家在学习的时候去注意的 其实从我自己的观察来看 学习表现比较好的同学 他们主要有一个特色 是他们比较愿意主动去做某件事情 这个主动包含 主动去钻研不一样的程式逻辑写法 或者是主动愿意去开发自己的side project 或者甚至只是主动加入参加活动 或者是在我们的分享环节进行分享 其实这些主动的事情 我在看下来 他们在这个主动的过程中 会受到很多来自同侪 或者是来自主教之类之类的回馈 那这个回馈能让他在 就是跟没有分享的同学的 这个回馈让他在分享的过程中 然后学到更多东西 那这个更多东西是 没有去主动做的人 永远不会得到的经验 所以觉得他们非常充分的活用了 他们在学习的这段时间 然后帮助自己得到更多的东西 所以会觉得主动参与这些活动 或者是提出他们的想法 是有帮助他们学习到更多东西的 谢谢宇森老师 我觉得这件事情 其实在各位的学习体验里面 应该就是 现在学校应该都有发生过 就是应该都会有一些老师们 跟你分享说 就是如果我可以写出考卷的题目 这是一件事情 可是如果我今天可以当别人的小老师 我去把这个知识内化 然后并且用自己的语言 去把它说出来的时候 我觉得那就是 就是代表你学到了一个 更深更厚的一个程度 这件事情 那这件事情我觉得也稍微回馈了一下 刚刚就是聊天室 有些同学讲到说 会不会自己就是在基础的部分 没有打好的一些题目 这样子 好 谢谢宇森老师的分享 那下一题我想要问 就是在入门阶段的学生 你觉得通常就是 我刚才有看到有同学说 就是在AC的课程前 就是到底对编码需要了解多少 上课的时候才不会容易放弃 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说 就是虽然对我来讲 就是AC其实我们接受的 就是许多同学都是 零基础的开始认识什么事嘛 但是通常第一个学习阶段 容易卡关的点有哪一些 第一个最容易卡的地方 其实通常会在于就是 诶学的时候我好像都看得懂 然后进到题目之后 要写作业了吗 然后突然发现自己什么都想不出来的 那个卡关的点 那通常这个情况非常普遍 那我也会在我的进度列车上面 带着同学慢慢去思考 诶你的自己在 其实很多题目 我自己想想好像都很简单 为什么程式就写不出来 那那个逻辑之间的差异 其实是存在的 也就是大家会常常说的 我好像逻辑很不好 但其实那只是一个 我会觉得那是一个假象 是一个误会 是因为你跟程式的语言 它还不够熟 所以那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我就会再帮助大家说 诶你先第一步想怎么做 第二步再想怎么做 慢慢的把你的逻辑顺出来 其实逻辑每个人都有 就只是没有先把它顺出来而已 然后那个砍过了 后面学习就顺了 嗯 我的理解叫做说 就是逻辑这件事情 有些人天生逻辑好 但是不代表这件事情 不能被训练 就是 对 所以我觉得在城市的 刚学习的入门的时候 先把这个就是基础的过去训练 其实是蛮重要的 好 呃 再来的话 就是如果就是讲到进入班这件事情的话 其实AlphaCam的进入班是每个月都有开班的 那最近一个开班的时间点的话 会在就是11月6号的时候发生 所以现在在一个就是相对中间的部分 但是如果要加入的话 我们其实也都非常欢迎同学们继续加入 这样子 好 那再来的话 我想要请小小的Summer一下对于入门学习者 你会有一些就是比较overall的建议给他们 其实入门大家在门外官网都会觉得 这东西好学吗 这东西到底难不难 那我会建议大家就是 呃 学习的过程 它肯定会有一些底底壮壮的时期 但是你没有走过 你永远不会知道 这个门里面它到底是什么东西 这样 所以建议大家 你就放手放开心去学学看 然后 那这个过程 不论你在中间经历了多少困难 或者前进你多少 那些收获对你来说 未来它势必会在你的人生中有一些影响存在 这样子 这句有没有分享 好 我们刚刚稍微提到了 就是在稳定学习这一块 然后也会有人在会前的问卷提到说 就是 其实卡住的时候 就是他觉得其实 同才跟前辈这件事情 是一个蛮重要的关键 就是可以帮助他 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方向前进 那我觉得刚刚介绍到 就是我们的进度班的导师 像云正这些都会 当然是一个你很好 就是可以借助的 就是前辈的资源 那但是在同才的部分 我们觉得这件事情 本身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跟你进度相仿的人 有时候他在学习动力上 遇到的困难 这件事情是很容易跟你有共感 然后可以彼此互相帮忙的 所以在AlphaCam的部分 我们其实有 就是向前人的Discord社群 这里面有许多的 就是跟你进度相仿的同学 或是比你前面一点的学长姐 他们都可以帮助你就是学得更好 那在这件事情的上面 就是我们会有不同的互动的界面 举例来说在Discord上 我们会有一个线上的飞航学习式 所谓的飞航学习式 就是飞航模式的意思 就是我好像把自己的 就是手机就是灌成一个飞航 然后在一个专注的时间里面 专心的读书 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 因为我自己体验过之后 我也觉得蛮特别的事情是 当你觉得 有些人就会自己设好一个 番茄中的专注时间 可是当有其他人跟你一起做 这件事情的时候 无形中那个 就是彼此督促的力量 其实会帮助你 就是更专注在这件事情上面 然后我们也会在学习室的 尾声的时候 鼓励大家来分享 你学到什么 把你的学习成果 output这件事情 让这个知识可以更被内化 那除了有线上的版本 我们也有线下 就是无论是 有时候是阿发开的主旧 有时候是同学们 自己在各个县市里面 就是自己自主发动的学习室 也都持续的在发生 我觉得这是阿发开很难得的 一个价值 然后除了就是线上的飞航学习室 我们会有一些特定的主题的飞航 比如说 其实就算是工程师 在每个产业里面 他们在做的事情 也是很不相同的 那我可以怎样去 就是借助其他同学的经验 让我就是拓展我的视野 或是我还在学习阶段的时候 原来这个财务的工程师 会做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我好像不那么喜欢 我听了另外一个学长姐的分享 我反倒觉得那个产业很吸引我 我觉得这件事情 也是在Upcamp的 庞大的学习社群里面 相比就是只有一个影片 或只有一个教材里面 更难能可贵的一些价值 想要分享给大家 然后我们也除了 创造这种各式各样的学习界面 跟Networking的活动之外 就是我们在明天的时候 也正好有一个 就是10月份的一个开学典礼 那它是一个 就是我们在Upcamp 除了城市的课程 也有数据的课程 所以不同的课程的学员们 都希望大家可以 有一个互动交流的界面 所以如果有兴趣加入课程 或是你已经加入课程的同学 也都欢迎可以在 就是明天来参加这个活动 好 稍微讲了一下 community的部分 那再来最后回到了 在转职这件事情上面 就是其实很多人在讲的东西 是说 我自己会写的一些东西 可是我不知道这件事情 究竟有没有办法 符合业界的需求 然后不知道自己的程度 好坏这件事情 那在Upcamp的话 就是我们除了各式各样的 作业验收 还会有刚刚讲到的 像毕业考这些转体 然后我们也有不定时的 跟各种企业的合作 举例来说 这边的话 是我们前几个月 跟菜坦科技的合作 菜坦科技说 我们有一些 就是junior职缺的需求 然后就是我们希望 可以用一个比较短的 就是时间来 就是找到一些 比较好的人才 然后就跟Upcamp合作 所以我们会让你在这个 比如说 我给你了两周到三周的时间 给你一个stack需求 请你开发出一个专案 那当 就是你是从Upcamp 就是完成课程的学生的时候 就可以参与这样的挑战 然后在这里面 它就会是回应到 刚刚本来讲的 帮助你累积作品的部分 就是如果我今天很想进这间公司 它一定是一个 我在技术能力验收上的 一个很重要的项目 那如果我觉得这间公司 我有兴趣 但是它不一定是我的first priority 但是它作为相比日常 所有其他同学都有的作业之外 它是一个很好练习 一个side project的题目的时候 我们也非常鼓励同学们 就是来参加这样子的 就是我们不定时跟企业合作的一些活动 那除此之外的话 刚刚刚提到了说 就是其实大概每几个月 或每个半年左右 在市场的职缺的状况 其实是会发生变动的 那作为大家正在阿发开学习的学员 然后跟许多同学有一样 或是类似的求职目标的时候 我们会非常鼓励同学们可以 就是借由自己的第一手的经验 你看如果今天刚刚讲说 一个人投了30个旅历40个旅历 好我就可能去了5间面试好了 我今天有10个同学 彼此互相交流的时候 我就瞬间有了50间公司面试的经验 这件事情 那这件事情就会是阿发开学们 在彼此的社群交流的时候 很难能可贵的一件价值 再来我还是要讲一下 我们蛮骄傲的一些成绩单 在相比现在线上科长 很多人的玩课率 其实蛮惨烈的状况下 阿发开学们其实有办法做到 就是70%的玩课率 跟95%的毕业生的旧职率 跟在毕业的薪资成长来说的话 毕业三年平均 就是薪资成长 留意到146% 然后我们的校伍们 其实也在就是世界的 各个顶尖企业里面认识 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蛮骄傲 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些成绩 这样子 好 我们上次大概从 就是学习 大家的学习的目标这件事情 不论从转职 或者是拓展之下的可能性 这件事情 讲到了学什么 怎么学 然后帮助大家解决了 各式各样的学习痛点的时候 从culture career content 到community这件事情 我们就是加入在进度班的 各种学习的体验和机制里面 我觉得这是 我们不希望只是提供给你一份状态而已 而是希望可以透过各式样的学习机制 这件事情帮助你学得好 那再来的话 都会有人说 我大概知道了这件事情 那我究竟就是该怎么样加入这些课程 他的收费是怎么样子 然后学习的时间是怎么样的 那在这边的话 我们其实有分四个学习阶段 那第一个学习的城市入门的阶段的话 大家会建议你花四周左右的学习时长 大概是30到40个小时的 就是包含阅读 包含自己实作的时间 它是一个3500块的 就是一个相对比较低的门槛的部分 然后到了后面的不同的课程 刚才有稍微介绍到了 那边的费用就稍微就是给大家看一下这样子 所以整体来说的话 建议的学习时长是20周 但是我们也欢迎所有人 依自己的个人的条件去做自由配数 无论是学的时候发现自己遇到一些困难 想要post phone到下一个进度班 或是我想要更快速的加速完课这件事情 都是可以的 那在课程的组合优惠的部分 我们这边也会有不同的程度的优惠提供给大家 如果今天是假设今天有一些朋友们听完 已经觉得说我们就是想要往转直迈进的话 我们在这个大组合会 其实有一个很八八折左右的优惠吧 对就是提供给大家 然后稍后如果天下回复问题的话 都会有这一部分的折扣 那在城市设计入门的话 它就是3500块 然后这些所有的费用都是可以 就是如果你是有台信或是中信的信用卡的话 都是可以三期分期付款的 然后在进行期的部分的话 一部分课程的组合 它有不同的进行期 然后只要在时间内都是五条件可以退费 那有些人就说 其实距离11月6号的开课时间 还有一点时间 我有办法就是更快速的玩课这件事情 就是事实上呢 就是我们在最近也有一个活动 是所谓的城市的新手春万年挑战 就是我希望可以就是鼓励 现在就开始行动的同学们 就是如果你可以在11月12号之前 就完成了第一个阶段的课程的话 你就可以就是获得我们的1万元的 就是续报的就是优惠的奖金 然后可以帮助你就是更快的转制成工程师 那在这个课程里面 你会需要完成的四个作业 其实也就是刚刚稍微有提到的 就是我会有一些判断式啊 回全操作的一些东西 然后会打造一个比较简单的网页 切板的实作的东西 你只要完成几个比较关键的技术能力的时候 就可以获得我们的万人奖金 然后在报名的时候 就会有很多人就是说 好我看到了这个活动 然后我知道了这件事情 可是我就是这个时候 刚好这两周 因为最近才看到你们的广告 然后我还本来这两周就安排一些东西 我还是很建议可以现在加入课程 就算你只是先用短短的时间预习跟浏览的话 就是帮助你接下来在11月加入的时候 就是还是可以用比较好的学习成效 然后也可以使用就是我们就是的折扣码 其实是会有就是期限限制这样子 然后也会有人说 哦好我加入了你的挑战 然后如果我最后就是真的呸呸呸 我学了一些东西 可是我真的没有挑战成功的话 我还可以持续上课吗 就是其实阿芭开米的课程中 是没有学习时间限制的 我们只是在为了鼓励你就是更快的玩课 所以在期限内有就是比较 比较折扣比较深的奖金优惠 但是你只要有持续玩课 我们觉得这件事情都还是非常值得鼓励 所以我们有不同的程度学习的优惠 那所以我其实会很鼓励大家 可以先利用这段两三周的时间自修 然后不论是进入班的一些共学活动 或是Q&A跟助教一些互动 都可以帮助你学得比较好 但是如果你最后真的还是有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 你还是不要放弃这件事情 我还是可以鼓励你就是在11月班的时候 跟有一任老师跟新的班级的同学一起加入共学 然后有这些程度的一个预期之后 我相信大家可以会有一个最好的学习效果 好 然后这边的话让我工商一下 就是有些人就会问说 就是好我稍后填了回备问卷 然后拿到了回放录营 然后拿到了折扣码的部分 但是折扣码该怎么使用 在报名的表单的时候 在下一步的地方 他会有一个你有折扣码要 优惠码要使用吗 你把它按下去之后 他就会会有一个视窗弹出来 就是可以输入你的code 这个东西就是先给大家知道一下 就是提醒一下 就是大家如果稍后填写回备问卷的话 可以拿到就是今天的回放录营 然后还有就是折扣码的部分 好花了比较多的时间讲解每个人的 就是细节的部分 接下来的话 我们想要进到Q&A的部分 那在这时候想麻烦小编帮我 就是把我在这边 我先小小赞你一下好了 就是刚刚我觉得 本来跟云章老师 也跟我们分享了蛮多 在城市学习 可以帮助你怎样 在挤下向更加分的东西 然后我也花了一些时间跟大家讲 说你可以学什么 然后怎么学的部分 所以如果你在这个时候想要领取 就是我们的折扣码的时候 可以扫左边的QR code 填写回备问卷 然后在会前的部分 已经有先请大家做了一些提问 然后接着的话 我因为还有一些时间 我接着就会回答 就是这上面大家的一些问题 好 小编有把就是相关的code 就是就是连结贴在了两天室 所以这部分的话 就让我直接切到的大家的提问 好 非本科学习应该如何有效 以职场实际面向学习 我觉得刚刚Brenner有讲解到说 就是 我如果今天想要以转职为目的的话 可以先把他的 不论是技术能力的关键字 然后或者是 他所需要的一些人的特质 或是具备能力 都慢慢去把它养分起来 大学生这个有些老师可以说 是一本大学本科毕业的 跟产业的多多少少的距离 比如说 一本台大资工系好了 他不会叫你GIT 他没有这种版本控制开发流程 所以先不要太纠结本科跟不本科 我觉得这个就是 也是为什么AC有 左边为什么我们要创办AC 右边为什么AC有上一座的原因就是 其实产业的需求跟一本学界 不管管他不管 这个具体是越来越远 这个就是一个现实 我觉得 所以你的焦点真的是 只是去理解 要么你就自己理解 产业里面需求的能力是什么 这个有不同的来源 资讯的来源很多 一个是你身边有 或者是你去爬自己的 我again 这也就是Uradar Kick Reisman 104 104老师说 我这不建议参考 104其实还蛮辣的 或者写 就比较辣 多一点 可能比较没有 你可以看到上面的一些 那种资讯 所以要取得这个资讯 相对来说是不难的事情 我说难是难在 他怎么把它转化为一个 比较务实 比较踏实一个学习的过程 所以先理解是这个 那这个部分的话 我觉得有能力的 我觉得我们也看过很多 自学能力很好的朋友 他就是自己在 不管是Udemy 或者是YouTube 自己拼命收到高起来 这个也不行 那我们其实蛮多是 自己拼命收到某个阶段 比如基础JavaScript 你真的搞不好 可能不需要在AC来学 但是后面阶段的话 我们在插班上 到那个level的话 才进来 这个也有这种 所以我每个人的 你自己学的能力不一样 你身边有的资源不一样 有人 你地理系工程师 跟你身边没有这种人 是还蛮不一样的 所以还蛮看个人的状况 但这个逻辑还是一样的 我怎么知道产业需要什么 然后怎么让有效的 把这个所谓的需要什么 变成一个 能够有一个规划性的学习的过程 我觉得还是这个 所以要结的问题 本科跟非本科都一样 只是所谓的本科 在台大都读资工的 他们可能就会有余珍老师 这样子的学姐 或者是有一些其他朋友 在产业工作 比较多人问一点点 然后是这样子 但是需要这个建议的能力 还是一样 产业其实一直在改变 以来 我觉得台大英文还没有在我里面 猜 在我之前的事情 有人问到说最近 景气低迷 连本科毕业生都待一夜半年之久 然后他想问的东西 其实是非本科大灵转值 是否更雪上加霜 然后这部分的话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的校友的助教 威他曾经跟大家分享过的事情 他就说 他自己是30岁转值的人 然后他当初在考虑说 要不要转值的时候 他的点就是 你愿意用多少钱 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因为我觉得 在30岁的时候 或许你在职业已经发展到一个阶段 然后就是我知道今天我还看到 汇险问卷蛮多做业务的朋友们 所以不论自己是在业务上 想要做一个新的斜杠的部分 或是想要转换跑道这件事情 然后就是每个人在 你想要去做交换的事情上 就是可以去把它拆分 然后一一去排序这些东西 然后你愿意花时间吗 然后愿意投资吗 那我觉得这些东西 就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考量这件事情 那对我来说的话 就是如果你觉得这些东西 在你的评估考量之下是可以的话 那我就觉得你可以启动 就是自己的学习这件事情 然后我觉得在阿发开门上 很难得可贵的一件事情是 我们也就是有许多朋友们 都是就是可以在一边工作 一边学习的状况下 好我完成了学习的东西 那我一边工作 一边就是求职这些东西 我觉得相对于一些其他的方案 就是你不用选择裸子这件事情 我相信可以帮助大家在一个阶段性 就是有比较相对不那么庞大的压力这件事情 但我觉得压力固然一定是存在的 那对于景气这些等等其他东西 想问一下本来有没有其他想要补充的 我觉得我就首先先讲景 我觉得两个分开主要的 景气的话我们看到最糟的情况 如果就过去三年一起来 最糟的情况的确是慢慢回来的 你就看到急缺要慢慢回来 前阵子其实财了很多很多 从美国都财到过来 财过来 那财源的好处是企业其实现在是有资源的 因为你看到很多莫名其妙的project 那些的话其实是有钱 但是反过来 我觉得跟COVID那段时间 大家莫名其妙给我一批一切 然后软体各电商疯狂在找人 这个急缺的其实是跟那个时候比起来 现在我老师说比较正裁 比较健康一点 因为他没有到低迷 软力工程师在全不同产业 大家都在数位转型的情况之下 他一定需要只是企业会比较谨慎 所以应该从我们看到的时事 我们过去觉得有一些 从教学单位来说好 学生的确是有落差的 我们直接讲 我们过去景气太好的时候会看到 其实能力没有准备的太好的学生 我们的有些给他的门槛 他还没打标 他都已经讲了工作 从我的长度来看就是 我没有办法跟他说 你先不要去再练好功力一点点 老师说如果自己小孩可能先来说 但是我没有办法管他 我觉得现在比较健康的 其实企业的门槛一定是有 一定是在 也是应该的 从转职者来看 你也应该把东西学好 你过了那个门槛的时候 能够真的是 能够做到自己的作品期 能够说清楚自己在写什么 对整个继续能力 跟表达能力 当你都在讲坑的话 你不会当心讲过工作 我觉得是这样 然后我想这对大年龄这件事情 因为被问了十年了都会有 我说首先年龄这件事情是 你没有办法变 就是我现在48岁 我没有办法说 年轻一点会不会好一点 会 我年轻一点 各种东西都好一点 我背不会痛 我怎么眼中 我睡都会好一点 但是我不是 这没办法 另外一点我们看到也是 因为我们看到很多人毕业 最在意年龄的人 其实是你自己 最心虚的 其实是你自己 因为一般企业来说 我真的是看的 只是你的那个能力 那能力也包括学习能力 跟那个学习的态度 我发现老实说 大龄的朋友 大家最大的困难点 其实是就是这种犹豫 就是我开始怕了 我开始担心了 所以那个学习的不是能力 是这个学习的医院被打折 我看过来 我真的觉得这个东西 好像太难了 我就不想学 你如果不想学的话 我也不要让你再来工作 所以这个循环是自己建构的 我就要先说好 那反过来 我给你一些案例 in terms of 怎么是大龄的优势 我们有 有没有 刚刚四星会 我们这种案例 各种都有 我们有一个 有一个新创 我们一个学生 他当了十年的兵 所以他毕业的时候 快30 快40了 那他转职成功了 其中一个核心关键是 那个企业那个主管 非常欣赏他的这件事情 一个是来转职的决心 第二 他那个当十年兵的那个 那个discipline 那个资历 对 跟那个能够对事情负责的能力 所以这种成熟 在某些环境是非常被认可的 非常有价值的 所以again 我觉得这种东西 当然有所谓的那个 你要找到的是 你不是需要跟产业 所有工作来比 因为有一些主管 一定是看到你超过25岁 就不要了 有一些主管 希望你有可能不同的能力跟经验 你要找到的是适合你自己 所以那个焦点是放在 为什么我前面讲 整个求职的过程 我没有叫你去看 去盘点一下 整个104里面有多少份 软体工程师前任的职缺 因为你只需要一份 所以重点其实是 怎么知道哪一家企业的东西适合 其中一个就是资讯跟情报的来源 那我们AC能够提供的是 就是我们过去的人脉 跟整个社区 能够你下去问 如果是我这个经验 我想去哪的话 你要什么东西推荐 就有一堆学生回复你 我在哪里 我面试过什么东西 我觉得情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你如果again 你身边有自己 有朋友 有这种东西的 兄弟姐妹 有人在原理工程工作 那那个时候会记取的 有准美茶 所以对不起多讲了 我觉得这个问题要问对 一直在问我年龄很大了 怎么办 没有人帮你解的 因为没有人可以帮你变年轻 所以反过来 如果我是这样子的话 那我的攻略是什么 我怎么去判断一下公司 我们去找到 我怎么去找到跟判断一下公司 年龄不是问题 好 谢谢Vernad的分享 然后时间的关系 然后再让我看到 聊天室还有少少的问题 还没有被回应到 当然有 就是我知道大部分 在聊天室的问题 有被及时的 就是回应 然后有一个人问到说 想要了解 就是城市圈里面 是不是加班过劳成常态 就是会需要 on call吗 这些职场的 劳工环境工作问题 然后他说 他觉得学城市 学不学会是个人的问题 可是职场环境 是难以改变的 那我这边先说一下我自己的理解这件事情 我觉得 就是作为工程师这件事情 on call不是每个人都需要的东西 但是在某一些工作的岗位上需要有 就是如果今天公司的就是伺服器当机 然后你就是一个负责那个伺服器的人 你不可能就是不需要on call这件事情 可是那就是公司有没有排好足够的就是人力啊 或者给你适当的环境去做轮班这些东西 我觉得是一件事情 这是在轮班或是加班的状况 那另外一件事情 我觉得则是在说自主学习这件事情 就是我们刚才也稍微提到说 就是作为就是软体开发这件事情 如果今天AI就是open AI的那种 Track GP就出来的时候 然后你今天要学习 怎么要把它导入到你自己的工作的环境 你的专案里 那这个技术能力你不具备 你需要去学习的时候 你就需要有投资额外的时间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对于城市开发的顶尖工作者来说 他们对于就是新的技术的学习 是不断的在发生的 那这件事情会压缩到个人的环境 就是时间吗 我觉得对我来说 我的理解叫做会 现实状况是会 可是需要每个人都花这么长的时间 在就是不在表定的工作时间内去学习 我觉得依每个人的需求而定 有些人觉得我在我的岗位上 我不要求我要持续做一个 就是永远的T1 那我可能就可以在某一部分上去取舍这件事情 这是我自己的理解 有没有 这题我想问问看 就是余生老师的理解是怎么样 然后我等一下稍后再回到Bernard 其实这件事情 其实就像Daniel刚刚讲的 就是他会看你的职位 看你的公司 然后其实也是有听过 一间公司就是有人很闲 然后有人很忙 就看当时你当下你们的team 负责什么东西 当下别的team负责什么东西 这东西没有 我自己是觉得他没有一定的答案 也不会就是 他也不会是一个常态 就是因为公司如果要开发一个新的project 那总会有一段冲刺期 然后冲刺完之后总会有一段稳定期 所以他不会 就算忙碌 他也不见得会是一个常态 但是还是要回到就是大家自己的 对那个职业想象 就是你来这里是想要求一个安定呢 还是想要求一个自我提升呢 还是求一个什么东西 会需要回去思考 就是你的目标跟你的方式这样 谢谢余珍老师 我大家有没有想要普通 我觉得我曾经有人问 我已经开行销课的时候 行销小编师就是都很疯狂加班 都非常是累 所以我觉得大家对 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产业 大灾问这样 应该是说工程是一个职种 然后形象是一个职种 那工程师有台积电的300万 但是也是在蜂蜂加班 然后也有一些在 不容易放的职专事项 所以这个职种本身是 中性的 对是中性的 所以我觉得重点其实是 你要自己能否选择 不管不同哪个职种哪个产业 也都有一些相对不好的工作环境 不好的老板 不好的组织架构 从这些了 也有一定是有些是这样好 那问题是你有没有这个能力 去帮自己选择好的地方 我觉得AC在做这些教育的长官看 我希望给的就是这个 如果你没有这个能力 你其他地方走不了的话 这个环境这个公司怎么样 你也没办法 因为你只要吞下去 因为刚刚有朋友在问中南部的工作 是不是工程师北部比较好 中南部工作比较好 其实也不是这个工程师 一般你如果去看不同区域的心思来说 的确是有这个落差的 你买个房子都有差啊 比方说只要工作 所以the question is 问题其实是 你能否在 如果你现在留在中南部的话 那中南部最好的工作是什么 怎么去做选择 at the end 各种学习各种投资在自己的事 你是给自己这个选择的能力 那我觉得从这个角度去思考 工程师不一定是你适合的路 说实在话 也不是你喜欢的 我觉得没关系 找到自己喜欢的指种 然后是多尝试去理解 我觉得才是重点 希望今天的说明会 给大家个安心的事在这边 你担心自己四十几岁没用 因为你中间四十几岁 你担心自己什么都不会 现在中间要学啊 那我觉得 有一群人 比如我今天希望 你感觉到这个所谓的同财的能量 来不是只有你担心这个事情 你没有其他人 只在学习过什么东西 一定是痛苦的 那我们也是希望 不是只有自己事实在好 然后我们的导师 就是有宇宙老师 有请不要继续烦他 但是他鼻子是这个方法 然后有有依照的社群 这个环境是希望给大家 好谢谢没让他分享 好时间关系 我让我来收个围 成功了要下巴呢 让我 recap一下今天的东西 在阿华CAM的话 我们的学习其实是 就是没有限制时间的 所以只要稍后你报名之后 就可以马上开始你的学习 这样子 然后我们接着在11月的进度班活动 会在11月6号开始 那我们在当周 就是当天其实就会讨论 第一周学习进度 所以 虽然如果你到时候没有念 还是可以参加啦 但是我们总是希望大家可以先把 就是进度念起来 然后跟大家讨论的时候 会比较有收获这样子 所以为了做这件事情 就是尽早报名吧 对 然后 再请小编帮我们贴一次 那个回馈问卷的连结 然后 只要填写了回馈问卷的话 就可以得到回馈 就是折扣嘛 然后 好 日期对了 10月18 是星期三之前 就是最多战者一千 这个星期自己打错了 这样子 那想要挑战更快速玩课的话 就是不论是 你想要直接报名我们的课程的 整包的组合 或者最后会的价格 或者是 我其实也非常鼓励大家 就是可以先从一个小的门槛开始 就是 就是让自己有一个小的尝试 然后在限期式的挑战 会有奖金 那就算没有通过 也没有问题 就是 你都可以参加 接下来的就是10月的准备课程 那 我觉得今天 最后再帮大家recap一下 我们在提供的东西 我觉得其实不论 暂至于云本 在城市都是一个 现在很 就是所有职种 都很需要具备的能力的时候 希望这件事情 对你的职业是有帮助的 那我们在这边 其实提供了不同 符合不同目标需求的 这个解决方案 不论是 你要建立基础 辨识自己 有没有兴趣这件事情 到足够的能力养成 到求职支援 那我们在学的东西 其实是学最多的 Jungle Stories 城市语言 在进度班里面 你可以稳定的学习 你也可以选择自由配数 我们在这边有各式各样的弹性 那我们提供的东西 不只是教材而已 而是在质抑上给你的帮助 然后在内容上 我们有很康复的东西 然后也有像 各式各样的 就是助教导师们 或是同学 寻找到一个大陆的东西 你可能没听到 你可能没听到